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梁牧师 今天我将带领你们一同的祷告 在家居必义期间,网上都充满着很多 有关信仰和个人成长的课程或讲座 而会典教会也安排不同的网上活动 希望帮助弟兄姐妹把握 无法参加习体聚会留在家中 亦能在信仰和个人方面成长 今天我们为这种学习模式去祈祷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活在货迹进步的地区 我们可以用网上的方式去领受信息 我们期望网上学习能帮助我们在现今环境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 协助我们在信仰里面继续的学习成长 我们求主给会典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愿意 和迫切学习的心 圣灵里推动 每一会都积极参加教会内外的网上学习 在家居避疫中 造纣壮毙自己 盼望在灵里面有更新和突破 求主保护我们的会友 不会错误的近日的一端学术的网站 去参加他们的网上课程 求主加力给未典教会的牧师们 在预备教导的过程中 自己也有成长的机会 同样的有领受和得主 我们今天特别的会 苏颖瑞牧师的月博记圣经讲座祈祷 求主使用你的仆人 把圣经的信息讲解的明白 会典教会的弟兄姐妹 可以从经文中有见义和安慰 面对苦难中 我们仍能倚靠上帝 找到盼望和出路 以上的祈求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一个五五读经计划 常调的东西 需要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找一些关键词 奇怪的是 当你经常读圣经 看到一些关键词的时候了 你就看见不到他们了 他们就好像变成了标点符号一样 你见到他们 反而不会留意 假如你当这是第一次看路加福音的时候 有什么关键词了 是你会见到的了 我猜圣灵应该是一个非常铁区的关键词 尤其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 也没有通过关于太多基督教的用词的时候 当你第一次听到圣灵这个关键词的时候 你就可能问 什么是圣灵 因为师父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 每一个人都受了圣灵的影响了 第五节说 玛利亚的儿子就是耶稣了 他将会被圣灵充满 第二 玛利亚之子也都会受圣灵充满 第三 以利撒伯 他怀的那个胎 一听到玛利亚来到打交付了 就在以利撒伯的腹中里面 踊跃跳动 失福了 是被圣灵充满的 之后 以利撒伯 他也是被圣灵充满 最后 那个原本不能说话的撒伽利亚 当圣灵充满他的时候了 他也是开口说话 如果你是第一次读路加福音 你可能很奇怪 圣灵在耶稣上上做了什么事情 路加其实没有告诉我们 他们怎么样知道充满他们的 是圣灵 好像当圣灵来到人的当中了 人就知道了 那就是圣灵 所以我今天我想大家问的是 你觉得你是否每天都被圣灵充满了 还是被圣灵充满了 是个不经常发生的事情 一个月才来一次的了 其实如果耶稣与约翰在胎儿的时候了 已经可以被圣灵充满了 你怎么样不能了 而且让我给做父母的一个属灵实验的建议 其实你不单止可以为师子持仇圣灵在充满里 你可以持仇你们的儿女被圣灵充满 因为先知的预言 在今天仍然为祭祀的应验 在末后的日子 圣灵会大大的从天而降 关聚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在末后的心里面